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 萨利,鲁尼 十一,收到这封邮件的傍晚 爱玲正穿过谭普尔酒吧区 走向戴木街 正值五月初,周六傍晚明亮晴朗 金色阳光斜照在大楼表面 她穿着一条印花棉裙 外面套一件皮夹克 在和擦身而过的男人 比如穿着抓龙外套和靴子的年轻男人 穿着和身衬衫的中年男人 四目相对实 她会含糊地笑笑,别过眼神 八点半时 她来到中央银行就指对面的公交车站 她从手提包里抽出一片过河口香糖 撕开包装纸,放进嘴里 车辆穿梭,街上的阴影渐渐东移 她用指甲将锡纸包装抚平 手机响起后,她从兜里取出 查看屏幕 是她母亲打来的 她接起来,问了好 说,我跟你说 正在城里等公交 我能一会儿打给你吗 你爸为了迪尔德利普伦德加斯特的事 正烦心呢 艾琳眯起眼看向开来的一辆公交 试图辨认她是哪一般 她嚼着口香糖 说,是吧 你能不能和洛拉说说 公交没停就开走了 艾琳用手指摸了摸额头 她说,所以爸在生洛拉的气 然后她跟你说,你跟我说 于是我要去跟洛拉说 你觉得这听起来合理吗 要是你觉得太麻烦就算了 又来了一辆公交 艾琳对着手机说 我得走了 明天给你打电话 公交车门打开 她上了车 刷了卡 上了二层 在前排坐下 她在手机地图软件的搜索栏里 输入一家酒吧的名字 与此同时 公交穿过市中心南下 艾琳的手机屏幕上 一个闪烁的蓝点 开始沿着同样的轨迹 朝她最终的目的地驶去 17分钟后即将抵达 她关上软件 给洛拉发了条短信 艾琳,嗨 你是不是还是没请迪尔德利P 去你的婚礼 不出30秒 她就收到回复 洛拉,笑死我了 希望妈咪和爹地有付钱 让你替他们干脏活 艾琳皱着眉读着短信 鼻子迅速地呼气 她按下回复键 开始打字 艾琳,你如今不请家人 参加婚礼了吗 你意识到 这有多歹毒多幼稚吗 她关掉通讯软件 重新打开地图 根据屏幕上蓝点的指示 她按了下车铃 下了楼梯 她卸过私机 下了车 不断谨慎地扫射手机 一面转身 向公交来的反方向走去 经过一家女化店 一间女装店 一条人形红道 直到屏幕上出现一面小旗 和一行蓝色蚊子 引以抵达您的目的地 她把口香糖 堵在膝纸里包好 把它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进门是一条拥挤的长廊 通往前面的吧台 后面是一个包间 里面有沙发和矮桌 全部由红色灯泡照明 房间装潢成复古居家风格 像上个时代的大客厅 淡浸在浓艳的红光里 几个朋友和熟人同时跟爱琳打招呼 他们放下酒杯 从沙发上站起来拥抱她 她看到一个叫达拉赫的人 明快地说 生日快乐 你这家伙 然后她点了一杯酒 在其中一张 有点黏的沙发上坐下 坐在她朋友宝拉旁边 墙上的音箱里放着音乐 房间尽头的厕所门 时不时被人打开 短暂地倾泻出 洪水般的白色灯光 傅又关上 爱琳查看手机 发现洛拉回了新消息 洛拉 我真的想一个30岁了 还在干部挣钱的狗屎工作 并且住连租房的人说 我不成熟吗 爱琳盯着屏幕看了片刻 然后把手机放回兜里 她身边一个叫鲁瓦森的女人 在讲一个故事 她住的公寓一楼坏了扇窗 过了一个多月 房东都还不愿休 顺着她起的头 大家纷纷开始分享 租房市场的种种可怕故事 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傲拉又点了一轮酒 服务生从吧台后面端出银色小盘 盛着热食 迷你香肠 炸土豆块 裹着油亮酱汁的鸡翅 10点50分 爱琳起身上厕所 再次取出手机 这次没有新信息 她打开通讯软件 点击西蒙的名 出现了前一晚的聊天记录 爱琳 你安全到家了吗 西蒙 对 正要给你发短信 西蒙 我可能给你带了份礼物 爱琳 真的 西蒙 你会很高兴地发现 路轮上那家免税店的瑞士三角巧克力正在打折 西蒙 你明晚有什么安排吗 爱琳 这次还真的有 爱琳 达拉赫的生日派对 抱歉 西蒙 把没事 西蒙 那我们周中能见面吗 爱琳 好啊一定 这是聊天记录的最后一条 她用完厕所 洗了手 背着镜子重新涂上口红 然后用一方卫生纸明口红 外面有人敲门 她大声说 马上 她面色惨白地盯着镜 她用双手把五官往下拉扯 头盖骨的轮廓 在壁灯的白光下显得苍凉诡诀 那人又敲起门来 爱琳把包挎在肩上 打开门 我回酒吧 她在宝拉身边坐下 举起刚才剩在桌上的半杯酒 所有的兵都化了 你们在聊什么 她问 宝拉说他们正在聊共产主义 爱琳说 现在人人都在讨论这个 真是不可思议 我刚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我 现在成了流行了 我只想对所有想让共产主义变成时尚的新成员说 欢迎加入 同志们 没关系 未来属于工人阶级 卢瓦森举起 达拉赫紧随其后 爱琳面带微笑 似乎有点醉意 她问 小时吃完了吗 坐她对面那个叫家里的人说 咱们这儿没人真的是 工人阶级就是了 爱琳揉了揉鼻子 好吧 她说 马克思不会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知道你的意思 大家都喜欢说 自己是工人阶级 但这里其实没人真的有工人阶级背景 没错 但在座的每个人都要上班 都要交租金给房东 爱琳说 家里扬没到 交房租不意味着你就是工人阶级 对 打工也不意味着你是工人阶级 你一半的工资都拿去交房租 你不拥有任何财产 被老板剥削 这些都不意味着你是工人阶级 对吧 那什么算是工人阶级 说话得带某种口音 这么 她恼怒地笑了一声 说 你开着你爸的宝马到处跑 然后就因为你和老板处不来 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 这不是什么时髦 你懂吗 这是身份 爱琳吞了一大口饮料 如今一切都是身份 她说 而且你也不认识我 顺带一提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里没人是工人阶级 你对我一无所知 我知道你在文学杂志社上班 她说 老天 换句话说 我有工作 真是小布尔乔亚 达拉赫说 他认为他们在用工人阶级这个术语描述两个不同的群体 其一 通过劳动而非资本获得收入的广大人群 其二 前者当中具备某种特定文化传统和表征 主要在城市聚居的低收入人群 宝拉说一个中产阶级的人 仍然可以是社会主义者 爱玲说根本就不存在中产阶级 大家都开始高声辩论 爱玲又查看了一次手机 没有新短信 屏幕显示时期是23点21分 她把酒喝完 穿上外套 她朝人群抛去一个飞吻 向桌边的人道别 我回家了 她说 生日快乐 达拉赫 回头见 在一片嘈杂和对话中 似乎只有几个人注意到她的离开 他们招着手 呼唤她回来 十分钟后 爱玲上了另一辆公交 往事中心开 她独自一人坐在二层车窗边 把手机从兜里划出来 解了锁 她打开一个社交软件 注入姓名爱丹拉维尔 然后点击第三个搜索结果 载入个人页面后 爱玲机械的几乎是心不在焉地 浏览着页面上的最新动态 仿佛出于习惯而非自然的兴趣 她点了几下 从爱丹拉维尔的主页 来到真死亡女孩的主页 等待页面加载 此时 公交在圣玛丽学院门前停下 车门打开 一层的乘客下了车 页面加载完毕 爱玲漫不经心地 翻阅用户的最新动态 公交再次启动 停车铃又响了 有人在爱玲身边坐下 她抬起头 礼貌地笑笑 又将注意力转回屏幕 两天前 用户真死亡女孩上传了一张新照片 佩文可怜虫 照片上她将双臂绕过一个深色头发的男人 里面的男人被标注是爱丹拉维尔 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 爱玲的嘴微微张开 又合上 她点击图片将她放大 男人穿着一件红色灯心绒外套 绕在她脖子上的女人手臂很好看 风雨 云衬 照片有34个人点赞 公交在另一站停下 爱玲将注意力转向窗外 这里是树从公园 前面就是运河 她脸上闪过认出这里的神情 皱了皱眉 站起身来 从旁边的乘客身前挤了出去 公交车门打开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下楼梯 对着后视镜里的司机 倒了血 来到街上 此时已经午夜 街角漆黑的店面上方 公寓楼的窗户亮着星星点点的黄光 爱玲拉上外套拉链 把肩上的手提包背好 似乎下定决心 朝着某个特定方向走去 她一面走 一面拿出手机 再次审视那张照片 然后她清了清喉咙 街上很安静 她把手机放回包里 双手用力俯过外套正面 似乎想把手擦干净 她穿过街道 步伐利落起 大步流星 最后来到一栋 高大的专气连排住宅 门后并排放了 六只塑料垃圾桶 她抬起头 外笑了一声 用手揉了揉额头 她穿过碎石小路 按上前门门铃 五秒钟 十秒钟过去了 没有动静 十五秒钟过去了 她摇摇头 嘴唇无声如动 仿佛在排练一场 假想的对话 二十秒过去了 她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 西蒙的声音从塑料阔音器里传出 唯 她转过身 盯着阔音器 一言不发 唯 她的声音重复的 她倾向按钮 嘿 她说 是 抱歉 艾琳 是你吗 对 好意思 是我 艾琳 怎么了 她问 上来吧 我给你开门 门发出开锁声 她进了楼 大厅的灯光非常明亮 有人在信箱上 靠了一辆自行车 艾琳一面上楼 一面用手摸到脑后 有头发从发家里溜出来 于是用修长灵活的手指 把她仔细塞回去 这时 她又用手机查看时间 上面显示 23点58分 她把外套拉链拉开 西蒙家的门已经开了 她光着脚站在门后 对着门厅的灯光又没 双目惺忪 微肿 她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停住 手放在扶手上 哦老天 抱歉 她说 你已经上床了吗 没出事吧 她问 她垂着头 仿佛因为疲惫或羞愧 闭上了双眼 几秒后 她睁开眼 说 没事 我刚从达拉赫的派对上出来 想见见你 我没想过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以为你还醒着 我知道现在很晚了 其实还好 你想进来吗 她低头盯着地毯 绷着嗓子说 不 不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太蠢了 很抱歉 她闭上一只眼睛 端详着站在台阶上的她 别这么说 她说 进来吧 咱们喝一杯 她跟着她进了屋 只有厨房开了一盏灯 光圈向外晕开 照亮了这间小小的公寓 后墙边立着一副折叠亮衣架 上面挂着各种东西 短袖 袜子 内裤 她关上门 她脱下外套和鞋 她站在她面前 千功地盯着地板 西蒙 你能帮我个忙吗 她问 你可以说不 我不会介意 好啊 我能和你一起睡吗 她更久地注视了她一会儿 然后回答 好 没问题 你确定一切都好 她没有抬眼 点了点头 她在水龙头下 给她接了杯水 他们一起进了卧室 房间很整洁 深色木地板 正中是一张双人床 被子掀开 床头灯亮着 门对面是一扇窗 卷帘拉下 西蒙关了灯 爱玲解开裙子扭扣 任她滑下肩膀 把她挂在书桌椅的椅背上 他们上了床 她从杯里喝了点水 然后侧躺下来 几分钟内 他们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她回头看她 见她背对着她 只有后脑勺和肩膀 隐约可见 你能抱抱我吗 她问 她犹豫了片刻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转过来 用一只手臂将她环抱住 轻声说 好啊 没问题 她抵着她蜷缩起来 脸挨着她的脖子 身体紧紧靠着她 她喉咙里发出滴滴的声音 有点像 愣 然后她吞咽了一下 抱歉 她说 她的嘴对着她的脖子 没关系 她说 这样很舒服 她吸口气 说 是吗 你没喝醉吧 她闭着眼说 没 她把手伸进她的内裤 她闭上眼睛 发出轻轻的呻吟 她这样抚摸了她一会儿 动作很慢 仰视着她 她湿润的眼帘 微张的嘴 可以吗 她问 她说好 她们脱下内裤 她说 我去拿个避孕套 她说她在吃避孕药 她犹豫了一下 哦 她说 那就这样了 她点点头 她们面对面侧躺着 她拖住她的臀部 进入了她 她飞快地倒吸了口气 她用手抚摸着她 宽骨坚硬的边缘 她们一动不动了几秒 她又进去了一点 她闭着双眼 发出呻吟 嗯 她说 你能平躺下来吗 这样的话 我可以进去的深一点 如果你想要那样的话 她闭着双眼 好 她说 她于是从她体内抽出来 她转身平躺在床上 她再次进入她时 她叫了出来 双腿环绕住她 她用双臂撑起自己的体重 闭上双眼 一分钟后 她说 我爱你 她吐出一口气 她低声答道 啊 我还没有 我也爱你 很爱你 她的手绕到她紧后 她的嘴粗重的呼气吸气 爱玲 她说 抱歉 我觉得我快高潮了 我只是 我还没有 我也不知道 抱歉 她的脸滚烫 呼吸急促 摇着头 没事 她说 别担心 别道歉 等她结束后 她们拥抱了一会儿 呼吸着 她的手指在她发间移动 她温暖而沉重的手 慢慢移到她的小腹 最后来到她的腿间 这样行吗 她问 她闭着眼睛 一语道 好 她将中指伸进她体内 用拇指抚摸着她的阴地 她低声说 没错 没错 然后她们再次分开 她转身平躺下来 踢开腿上的被子 等待呼吸平静下来 她侧躺着 双眼半壁 注视着她 怎么样 她问 她发出颤抖的笑声 很好 她说 谢谢 她露出慵懒的微笑 眼神浮过床垫上 她修长苗条的身体 不用谢 她说 早上八点 她的闹钟把她们吵醒 西蒙用手臂撑起上身 把她关掉 爱玲躺在床上 拿手指揉搓双眼 眷连边缘露出长方形的白色日光 你早上有安排吗 她问 她把手机放回床头柜 我本来九点要去参加弥撒 她说 不过我可以晚点去 没什么区别 她闭着双眼 一脸幸福 头发凌乱地散在枕上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她问 她低头看了她一眼 然后简单地说 你当然可以 她们一起下了床 她洗澡时她泡了咖啡 她从浴室里出来 裹着一条白色大鱼巾 她们隔着厨房料理台接吻 弥撒时 我要是有不好的念头怎么办 她问 她揉了揉她的颈背 她那里的头发湿漉漉的 比如说昨晚吗 她问 我们又没有干什么坏事 她亲了亲她短袖的肩线 她穿衣服时她做了早饭 九点不到 她们从家出发 一起走去教堂 教堂里空气阴凉 几乎没人 闻起来有潮气和香火味 牧师读了陆家福音的选段 做了一场关于同情的步道 圣餐礼时 唱诗般唱了 主 我在这里 爱玲给西蒙让位 让她离开长凳 看着她加入其他信众的列队 大多是老人 他们身后狼尖的唱诗般唱着 我会给他们的黑夜带去光明 爱玲在座位上挪了挪 确保西蒙始终在视线里 她走上圣坛 领取了圣餐 她转过身去 划了十字 她坐着 手放在腿上 她抬头看向宽阔的穹顶 嘴唇无声地如动 她探寻地注视着她 她走回来 在她身边坐下 一只手放在她手上 很沉 纹丝不动 然后她用嵌在长凳上的垫子 跪了下来 她在双手上方磕头 神态既不庄严也不凝重 唯有平静 双唇也不再如动 她注视着她 双手在腿上交叉 唱诗般在唱 我听见你在夜晚的召唤 西蒙再次划了十字 然后起身在她身旁坐下 她把手伸向她 她平静地用手接过 握住她 大拇指慢慢俯过 她起伏的关节 他们就这样坐着 直到弥撒结束 回到街上 他们又笑起来 带着神秘的微笑 这天是周日 清晨凉爽明亮 大楼的白色表面 反射着阳光 车辆穿行 人们出来遛狗 隔着街打招呼 西蒙吻了吻爱玲的脸颊 他们相互道别